OK 就到這邊啊 懶貓找不到地方可 合理 其實 沒有我很喜歡湊這個詞 講真的 我覺得湊很可愛 這個詞很可愛 差不多要關了 現在9點43嘛 到10點吧 湊很可愛啊 而且 我覺得所有 愛看Twitch的基本上 你一定都有接觸ACG文化 對啊 這個是我觀察到的 因為 我有看一期直播 我看了其他的手機直播 Facebook直播 那些人都不夠湊 真的 那些人都不夠湊 沒有 ACG是啥 裝死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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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不懂 嗯 麻痺咧 還在那邊討論海賊王 討論爆雷 我從17來了 噁心噁心 ACG不懂 不要裝了 自己Google 愛打遊戲的 愛打遊戲的 怎麼可能不懂 對不對啊 我從金剛來的 Soy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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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是不是沒有什麼好電影看啊 除了那個復仇者3 想要看一下電影 但復仇者3我一點興趣都沒有 所以完全不怕勒 我來看一下好了電影 毀滅大作戰 然後看就感覺爛片 一集玩家還有在上喔 境界大約 媽的怎麼都是一些 好像現正熱影 喔!死侍 感覺死侍可以看 5月15下週 可以 下週 死侍感覺可以看 爽片 還會忙 低壓槽 這個是 港片喔 這什麼東西啊 聽無聊的感覺 魯魯修是3小啊 感覺好臭喔 是3小的 魯魯修 搞笑片 怎麼沒有什麼好看的感覺啊 我看 下週熱映的 死侍 死侍應該 跟朋友看吧 我好像沒有跟Sally看過電影 他感覺 感覺他喜歡看電影 我覺得超一般的 喔!有未練真人版 我看 2018 12月21 很臭班 哈哈哈哈 欸 這個女主 怎麼 長這樣 不行 我受不了 蝴蝶蟹怎麼長這樣 呵呵 我沒有急事 好 雅人 真人 雅人真人 感覺也不大聲 動畫 動畫感覺翻拍真人的 都每一個 有人有印象很屌的嗎 喔啞人我現在連漫畫都看不下去喔 我現在也是偶爾看到更新我才翻一下 但我這也是 喔也是貓咪問號 我覺得他前面好好的然後硬要在那邊 那邊那邊喇喇熟喔那邊喔 躺不住 可是賭博墨是如果漫畫看不下去欸 節奏超慢 我要吃掉你的銀杖要出動畫版的 不可能啊不是不是不可能啊 他再怎麼出都比不過真人版啊 真人版太強了 好看的要翻號召 後悲 我來看之後有什麼電影可以出啊 我其實還蠻想看一些 比較 為什麼 台灣的電影是不是很 很那個啊 不是不是台灣的電影 我說台灣這個 觀眾愛看的電影是不是都還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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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類似的 蠻喜歡看那個印度片的 我其實最近是蠻喜歡看那個印度片的 印度片拍的挺好的 反而韓國片我看的很少 雖然大家都說韓國片拍得很好 可是我不知道為什麼看韓國片沒什麼感覺 不知道 我的看韓國電影韓國劇 都覺得 Sally你怎麼那麼噁心啊 好扯喔 我們是有文化有水準有素養的人 拉普拉斯的魔女 這是什麼 這好像也是改編嘛對不對 你他媽說A片沒有文化 原來是A片粉的 好像沒什麼好看的 蠟筆小心功夫小子 蠟筆拉麵大亂鬥 那感覺就不錯 挺好的 我看一下台北票房 第一名復仇者 第二名親愛的初戀 這個 這個猛嗎 初戀17歲 看起來還行耶 但就 好像就大概想得到結局 一集玩家 世界戰 一集玩家說真的我也覺得 可能我看那個彩蛋 看得太 看不大懂 所以我覺得就會還好 可能要看得懂才會覺得很屌 這個世界戰 感覺還行啊 2017年 iPhone開放 Face ID 辨識系統 而在2030年的未來 為了減低犯罪率 政府從幼兒一出生 就在瞳孔直入晶片 只要一睜開眼 所見之物就會串連至雲端 透過系統 擷取民眾所見的失誤 犯罪降低 但失去的隱私 就諸如此類的東西 這種感覺就會還行 挺好的 幹嘛那邊就很無聊是不是 但我會喜歡看這種片 看那種會影響未來的片 感覺起來 那種什麼幫派啊 火拼啊 英雄 感覺跟我 沒有太大感性 就沒什麼愛看 但那種未來的東西感覺可以 然後爽片就另當別人 爽片就是想看就看 不想看就算了 像這個什麼毀滅大桌上 感覺爽片 巨石對巨獸 巨石強身眼的 感覺爽片 跟那個 一路玩倒掛類似 進去出來 反正也沒什麼印象 但很爽 就爽片 我真的不虎爛 我那天 我朋友 帶我去 找我去看美國隊長 很久以前 我他媽直接睡著 我想說 美國隊長到底在衝在他腳 幹我屁事 我就直接睡著 沒有沒有 蠻假的 換個角度而已 桌子換個位置 我喜歡看那個 類似黑鏡題材的東西 就是 如果 現在科技 大家都在用這些東西 然後未來 未來會發生什麼樣的情況 他可能是真的 就不是不是真的 就是他把它拍出來 會變成這樣 或者是他給你一個 開放式的討論 讓你去想 如果發生了怎麼辦 類似 剛剛那個世界戰就不錯 因為 你說植入晶片 黑鏡有一個題材是那個吧 記憶 記憶存取 就是 就是你可以把所有的記憶給存下來 然後他的結局就是 那 一個 一對情侶 一對夫妻然後抓姦 對 因為他可以去看到他的記憶 然後不斷的去找線索 然後 對 類似的 但記憶那個是挺 挺那個 挺糊爛的 講實在話 爆雷是不是 媽的第一季的東西 操 魯夫一役啦 幹 黑鏡可以看一下 但黑鏡有一些我覺得 有一些不錯 有一些 有一些是 有一些就還好 但不錯的偏多 黑鏡我也喜歡看那個 他有一個題材是講那個 體感遊戲的 應該說恐怖體感遊戲 對對對 恐怖體感遊戲 那個 那個題材也不錯 然後拍出來的結局是我喜歡的 就不爆雷了 不錯 他那個題材就是指 科技進化到 你現在是ARVR嘛 就是用視覺去感受 然後 他可以用另外一種方式 讓你感受恐怖遊戲的體驗 對 那個 那個的結局是 我覺得是好的 也不是好的啦 就是我喜歡那樣的結局 所以 末日生存題材 我覺得都大同小異耶 除非你今天的 生存題材是放外星球 之前有幾部很屌的片 就是 比如說 比如說太空人被甩在他媽的 哪一個星球上 然後想辦法活下來之類的 那種片我覺得是屌的 可是他媽的 如果是地球末日題材 我覺得大同小異 不外乎就是什麼 搶糧食 人性 然後 男的突然各種 各種 搶暴犯 類似住屋之類的 然後 對 就是 幹 所有的末日生存題材 不外乎都是同樣的東西 對啊 播種 搶三極虧 對啊 反正 反正 那種末日題材 就一定會有難的 然後一定會突然 不是一定會有難的 一定會有難的 突然 覺得這個世界上沒有法律了 然後就要 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對 就是什麼死前來一發之類的 對 對 然後就覺得很膩 幹 就覺得很膩 喔 又 又要來了是不是 就是 末日系列就這樣啊 不然末日系列你跟我講還有什麼 金蟲上腦是末日留起首飾 對啊 對啊然後就看導演要讓長得漂亮的妹 因為 虐不虐心啊 虐的話就會讓他營養啊 然後不虐的話就是 喔 男主突然跳出來 或是一個帥的突然跳出來 主持正義啊 對啊 就是 幹 都要金蟲上腦起首飾 嗯 一進來就被爆雷 他媽的所有末日體才都這樣 幹 然後你可能 然後 然後 然後突然就一陣混亂以後 大家就會有人跳出來說 大家冷靜點 我們不能再這樣子了 這個世界上 只剩我們 我們要同仇敵開 然後一起努力 找到這個生存下去的方法 或是找出 這個地球毀滅的原因諸如此類的 然後 然後 接著大家就會 突然之間又團結在一起 然後 移動的過程當中 那突然之間 這個地方就不能呆了 你懂嗎 就不能呆了 要移動到另外一個地方 然後 在移動的路上 突然之間就會遇到一些意外 不管是野獸 或是病毒 或有人生病 有人受傷 然後 突然之間就會遇到另外一團的人 他們以為只剩他們 結果又突然之間又遇到另外一團 另外一團的人 很強 比如說他們已經占地為王 或是已經拿到一個某方面的地圖優勢 然後 就要把他們 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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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龍 然後男女主角就會一直抵抗 然後這一團人 就會有人被殺死 然後就會有人喊 NOOOOO 他媽的 末日系列就是這樣子的東西 幹 他媽的 對不對 我這個可以爆雷所有的末日系列的東西 末日系列就是他媽賊激發無聊 有沒有 就一個好朋友 或者是 原本要殺男主的刀 突然一個人衝出來擋下那一刀 男主就 就類似這樣子 對 然後反正結局也不重要了 因為 結局他所有白都可以 怎麼白都可以 因為 因為本來就是不可能會發生的事情 結局怎麼白都行 要嘛就是 突然有人 研究出了疫苗 把病毒全部毀滅了 要不然就是 人類戰勝了 突如其來的外來種 然後外來種 不知道為什麼會突然變很弱 在結局的時候 明明一開始強到靠杯 然後結局的時候就變超弱 然後被你們趕走 然後人類延續下去 然後男主跟女主變成亞當跟夏娃 把所有人都生出來 跟波爾西列就很智障喔 反正他沒有全滅這個ending 對 因為全滅 太理所當然了 因為 不管是生物還是病毒 本來就把人類殺得差不多了 然後你看完掙扎的時候 如果突然來給你一個全滅的ending 你就會覺得 幹你老師我花一兩個小時 看這個到底還衝哪小 因為你本來就會滅 我就是要看你掙扎 然後想辦法贏的過程 那你這樣是不是告訴我 接下來如果我遇到這個事情 我也是放著等死就好 對吧 所以他不會有全滅這個選項 如果是全滅的話 我一定鼓掌 站起來 直接在電影院 神作 滅得好 對啊 他媽哪個末日系列的全滅了 我是傳奇就神作 我跟你講 我是傳奇就是那種 你完全不知道作者的腦子到底在裝什麼東西 這是稱讚以為 我是傳奇 這是神作 那是我唯一覺得屌的末日系列 對 但雖然中間有一點他媽不知道要衝阿笑 但後面突然看出來 突然看到一個那個精彩的轉捩點 我操 我操 你到底腦子裡面裝什麼 為什麼可以變這樣 超級英雄片我真的沒看 超級英雄片 我看的不多 所以我沒有辦法像末日系列這樣分析 但末日系列我真的 也不算看得多阿 但我覺得套路就是這樣 末日系列套路 就跟鬼屋一樣 鬼屋就是 不能去的地方硬要去 而且一定是一群人 然後裡面一定有一個女的 不是仇女 是一定有一個女生 女生可能是少數 絕對不會有女生多數 要嘛就是一群人全是女的 要嘛就是 多數人裡面有一個 一兩個是女的 對 然後莫名其妙你就分開 明明知道很危險 然後 那個門 看起來就是不能開的東西 就是要去開 然後 一直要找線索 一直要找 一直要找理由 一直要找原因 可是沒有 他們完全沒有發現 這個邏輯的根本就是 你們根本他媽不應該在這裡 對啊 反正他就是這樣子 鬼片就是這樣 鬼片就是這樣 然後 突然有一個女的 就會又會被一個男的壓著 反正 鬼屋裡面一定也要有性 就是也要有性的元素在裡面 因為那個女生衣服一定要被 呃 肌膚就是要露出來 這樣觀眾才會覺得刺激 哈哈哈哈 因為鬼不會去脫女生的衣服 但男生會 但 對不對 鬼不會去脫 但男生會 然後 然後 當突然 那個 糾纏到一半的時候 男生就會被鬼嚇跑 然後女生就會在原地 不知道怎麼辦 吸口水 因為我牙齒那個 牙齒會拔 然後那個 口水會一直生 什麼興奮 我口水我就跟妳講我把牙齁 對啊 就這樣啊 所以我才說 電影就是 我們當然也不是看不起拍電影啦 只是說 對 我意思是 看不大家出來的心意 是什麼 所以我後來變得 比較喜歡看爽片 就是 我進去這樣 哈哈哈哈哈哈 然後就結束了 應該說題材都差不多了啦 對啊 你一開始拍出末日系列的多屌啊 對不對 拍出時空穿越的部分多屌啊 但後面你看時空穿越啊 外星啊 各種異種啊 各種外來生物啊 然後 就都會大同小異 就反倒紀錄片好看 就是為什麼 我大概知道為什麼 我喜歡看印度片了 因為印度片的紀錄片是好看的 什麼我的冠軍女兒啊 然後 然後 跟那個 之前還有一個印度片也是那媽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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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魔犯生好像沒有看過 然後犯罪的我就也還行 但犯罪的我比較喜歡那種 病態犯罪 就是我比較 不喜歡有原因的那種犯罪 就是比如說 他殺了我爸 他殺了我媽 或是他 對我女朋友怎麼樣 然後我要報仇 然後我要報仇 就我覺得這種原因都太 一般了 對對對 就是 那個理由如果是很 很一般的 然後那種犯罪復仇 就覺得 喔 喔 對啊 年紀變大狗越遠重 沒有吧 就因為你看得多了嘛 你一開始看肯定覺得好看嘛 後來你大概都看得到 想得到結局了吧 對不對 你就會想得到結局了吧 之前那個什麼啊 之前 之前 之前有一部電影 我忘記叫什麼名字了 但我現在講劇情應該是不會爆雷 因為他是好久好久以前的電影 他好像是一部國片 台灣人拍的 然後就是講這個 反正那個畫面是挺血型的 然後 他是講那個犯罪片 然後 講一個 老師嗎 我差點忘記了 反正 反正最後那個人犯罪的 點也是蠻莫名其妙的 他好像是什麼 喝酒 然後在 車 在山間開車下雨 然後撞到 然後 然後 類似 欸幹那部片叫什麼名字 我忘記了 那部片三個字 國片 然後是 是 是 是那個 目擊者目擊者 對對對對對 欸你看有人知道 對啊 我講的關鍵詞夠多了好嗎 我已經運用 運用我的詞彙了 很新喔 爆雷喔 哈哈哈哈 最好是爆雷啊 2017年3月31號 他媽一年前的片子跟我講爆雷 幹 你看我講的關鍵詞很多啦 對不對 我又講了開車 又講了下雨 又講了三間 又講了撞車 又講了喝酒 又講了老師 我講了很多的關鍵詞了 喔記者喔 哈哈 我不是老師喔 好 抱歉 那個 明明就老師幹 他就張老師 你他媽的 記者 就有老師喔 你看我查 就裡面有一個叫徐愛婷 就叫張老師喔 對啊 就沒有手腳 他最後畫面是沒有手腳 這還蠻好看的 這個這個就是重口 有沒有 這個就好看 但這個有一點點血腥 認真說 對 但其實他 畫面蠻假的 所以其實也還好 對 單小誤看 還好啦 這應該算可接受的範圍 沒有 不追國片啦 就是他他沒有這麼的 那 我忘記這部片我跟誰看的耶 我記得我跟一個人看 認真忘了 2017年3月31日 是跟Duke嗎 應該不是吧 IMBD DB Top 100片來看 不會忘了 我應該不會看吧 我其實電影真的是看得少的啦 老實說 聊天室的人應該 看的電影都比我多 認真說 A片看得多嗎 應該跟聊天室的比起來算看得少的 欸靠腰10點12分 差不多 我一年大概也看兩部吧 如果你一年看兩部 我一年大概也都看兩部 真的看得不多 綠色奇蹟有看過啊 但我沒有完全看完過 我如果看片段 因為以前在電視上會長播 就那個嘴巴噴 噴蟲子出來的那個 這樣有雷到人嗎 1999年了 不至於雷人了吧 綠色奇蹟不錯啊 真的拍得不錯 嘴巴噴東西了嘛 這樣也可以雷人 1999年耶 幹 好啊 差不多關台了 我們下一次開台的時間 換言之下一次攻上的時間 欸Sally什麼時候啊 6月30 怎麼可能 這個月沒了喔 幹我好像找不到我這個月攻上的時間 5月17 沒有啊我這邊沒寫啊 我看一下 喔喔喔我有看到 有可能5月17 是有可能而已 欸如果5月17沒有的話 就沒了對不對 Nice 生日不開台啦白癡喔 生日開什麼台啊 我的媽要cosplay 然後要donate是不是 不會啊不開啊 生日讓我乖一點過 欸 逢酒 古代人什麼 逢酒不過 生日 對啊 我跟你講啊我他媽的 感覺 最近挺衰的感覺是逢酒不吉利耶 我的天啊 對啊 對啊 逢酒不過生 你又沒朋友 有啊我還是有朋友的 去年 去年還有人他媽的 來我家然後 看我不要看的電影 然後還把垃圾放那個 放那個地板上 馬來廢物 看了一個世紀大爛片 我的天啊 喔 那個片真的是爛到靠北 喔 那個片真的是賊浪 幹我的媽氣到彈出來 那個片我一定要找到 來來來關鍵字 那個片是日本片 那個片是一個 殺人片 就是他是一個找兇手的片 然後那個片是 那個片是 呃 看 爛到我關鍵字想不出來 哇 日本殺人片 然後他是 呃 哇操 不是不是 不是大草殺 老師 對 殺人兇手是女生 殺人兇手是女生 然後 然後 殺人 呃好像 把屍體 用汽油燒掉 然後 告白嗎 看一下 不是不是告白 不是告白 不是沒有學校場景 找關鍵字這邊爆雷 不是爆了 不是告白 沒有學校 他媽有老師 有啦 直接把兇手講出來 剛那個片爛到我忘記劇情 然後 我記得有 有車子 有車 呃 我 看 看 欸 令人討厭的松子的一生 欸我看一下 不對不對不是這個不是這個 不是這個 我記得 我記得女主有一個 女主有一個朋友 然後那個朋友很喜歡打電動 那個女主有一個女生朋友 然後那女生朋友很喜歡打電動 就是她是一個Nerd 就是 只打電動 然後放棄人生 然後我忘記原因了 好像是因為女主的關係才變這樣 然後他們會在房子的對面去放 就是用光去打暗號 會打什麼 打什麼交流的燈 大家有這一幕吧 幹還是我記錯 我記得有這一幕 對 對 有齁 聊天室有人 記得齁 記得這一幕齁 對對對 有這一幕 對 什麼柯南 但我忘記是不是這部片 你這部片是不是 是不是那個 是不是殺人片 你看聊天室有人知道 不是柯南啊 幹 玩命關頭 我真的忘記片名了 對我記得 我記得是那個女生的 小學 小學朋友復仇吧 好像是這個樣子 然後 有燒神社這一幕嗎 我怎麼記得有燒神社這一幕啊 不對說神社是不是二之華啊 這好像別的片 可是我記得有 就是女主有一個女生朋友 然後那女生朋友是宅的 就是 就是放 就是家裡人啊沒辦法 她只打電動 然後 然後那個 女主以前會 小時候會在那個 他們他們就住對 對就是 窗戶打開就會看得到對方的房子 那種那種地方 然後是農村 是農村 是農村 他會打暗號 就是他會用手電筒 然後 配合那個燈光 然後就是 他們有的默契是這樣 對 我記得是這部片啊 對 幹我怎麼氣到真的是 片想不起來了 開始亂講 有啦 真的有這部啦 然後 唉唷 啊 我想起來了 經典的一幕 有一個女生 但我不知道是不是女主 她要追星 然後 那個她公司裡面的同事送她 一個演唱會 一個小提琴的票 然後讓她坐電車 去看那個票 然後 去看那個演唱 那個應該是小提琴的演奏會 然後 那個女生 在趕 趕入的 快要到現場的時候 太多人排隊了 然後她不小心把那個 她崇拜的 男明星從樓梯上推下去 我記得有這一幕 這ㄏ師 我記得有這一幕 我記得也有這一幕 連它被把放在封場 都想不え 被你講的一點都不好看 不是 我跟你說 那個公司裡面那個女生 對對對 那個女生 對 把他同事的馬克杯弄爆 喔 有人跟我看到同一部了 對 把他馬克杯弄爆 反正那個女生在公司被霸凌 也不是被霸凌 就是被排擠 對 然後 然後 呃 呃 那個公司的女上 女上生 女同事 然後 呃 呃 啊 白眼的公主上的事件 對對對 我想起來 幹 你講這個片名 對對對 你看 聊天室還是有用的 對對對 這部這部這部 怎麼課了很多 對對對 這部這部 這部他媽的就是他媽去年生日 我在家裡看的一部他媽 也不是大爛片啊 但真的是飛到笑 被爆雷光了 在講說 喔 我猜我講的東西 喔 對 算了 我繼續爆雷好了 那個死掉的就是那個霸凌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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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反正爆雷都差不多了 欸 反正爆雷都差不多了 欸 這部片 雖然 不是不好看 可是很 就是 就是 全一片這件事情就是 當你要在中間就知道 兇手是誰的時候 兇手是誰的時候 就不是這麼的有趣 然後他 繁瑣的東西太多了 對 他雜的東西太多了 主軸不是太大的問題 但他雜亂的東西太多了 對對對 為什麼要看這一部 他就從大西挑的啊幹 你看 你看我講的是不是都有 打電動的女生宅在家裡 Spa Light 那個 對方房子這樣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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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那個 推 推那個 他喜歡的 小提琴手還是什麼 樂手 推下樓 然後 然後 屍體被 汽油燒掉 然後 然後 呃 還有什麼 對啊 現在在複習爆雷 我講的都對啊 對啊 你看我講的線索沒有問題 我沒有 欸有燒神社嗎 好像有欸 我記得有燒神社啊 有沒有看過的 有老師嗎 欸幹好像沒老師欸 哈哈 好啦 差不多是這個啦 沒 沒戲了 我 我沒有那麼多電影可以給你們猜 我怎麼記得小時候 那是哪一部片小時候有燒神社啊 小時候 兩個小朋友在一起玩 然後 不小心把神社燒掉 有一部片是這個 可是我忘記那什麼了 我只記得有這個畫面 對啊 這個就是在這部裡面啊 就是在這部裡面啊 我記得啦 什麼營火蟲之木 不要再營火蟲之木了啦 這麼多燒神社的 你的名字 對啊就這一部啦 我記得啦 對啦 你看我記憶力還是挺好的 該記得不會在那邊東抽西抽的 對不對 跟我說怎麼樣才能不小心燒掉神社 我怎麼知道 靠北 他就燒掉了 好啦就這樣了啦 大家這個剛剛兩部嘛 一個是目擊者 一個是什麼 白雪公主殺人事件 大家有空看 那個看完的官後 讀後 這個官後感 這個五百字心得 自己教一教 好 要後世撤誰啊 要做小馬 小梅蛋捲 不會啦 沒有都被雷玩啦 還是可以看的啦 沒有勇哲啦 沒有勇哲啦 好翻台了 HOST小劍好了 好掰掰 下次再見